中国坚持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 致力于同各国开展友好合作 事实证明 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 是全球发展的动力和机遇 孤立中国限制对华合作 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潮流不可逆转 互利共赢是人心所向 中国已经同世界经济和国际体系深度融合 世界不会退回到相互封闭 彼此分割的状态 任何国家都无法关起门来搞建设 脱钩锻炼小院高墙损人不利己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世界的繁荣也离不开中国 中国将继续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 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 正如习近平主席会见索尔茨总理时指出的 中国始终与自身发展 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 中国发展同世界发展 相互交融 相互成就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